今天讲一个怪物追杀人的故事 故事非常神秘复杂 甚至不能说是诡异故事了 简直就是邪恶故事 这个小姑娘是香港人 不过是在甘肃那边长大的 她的身世有点复杂 她父亲是香港一个大家族的后人 母亲是甘肃人 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有点尴尬 不过因为后续的故事和她的身世息息相关 所以这里也要说一下 大概就是 她母亲年轻时在深圳做家政工作 因为长得漂亮也很聪明 就去了好多高端家庭工作 后来深圳一个家庭 就把她推荐去了香港一个大家族工作 她开始做家政 后来这家的老太太 就让她给小少爷做家庭教师 主要教小少爷说普通话 因为他们家族在内地有不少生意 为了接受生意方便 所以后人都在努力学习中文 那个小少爷当时还年轻 家教也很严格 不准她接触女生 所以也比较单纯 后来两个人接触久了 在一起好多年嘛 小少年长成了小青年 有一次喝醉了 稀里糊涂发生了关系 这段关系维持了小半年后 就被这家老太太发现了 老太太让家庭医生给她做了个体检 然后给了她一大笔钱 让她离开了 她当时没多想 也觉得很羞愧 就拿着钱回了老家甘肃酒泉那边 结果回家后没多久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想了想 临走前 老太太意味深长地跟她说的那些话 又给了很多钱 看来是想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要说她没有其他心思 那是不可能的 毕竟是香港的老牌家族 哪怕是个私生子 也是这家的孩子 到时候随便给她一个工厂 几套物业 也可以衣食无忧了 做个富贵贤人也好 所以她就决定生下来 于是她就把孩子生了下来 是个女儿 孩子生下来后 她就通知了香港那边 香港那边说 孩子既然生了 也是他们家族的 他们自然会管 但是需要她守口如瓶 这是为她自己好 也是为孩子好 然后香港那边就派来了一个管家 两个女佣人 在兰庄那边买了一套别墅给他们住 专门照顾孩子 在孩子12岁那年 香港那边说 孩子过了12岁就不是童子了 可以带过来认祖归宗了 她母亲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孩子过去 结果去到那边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回来后就疯了 后来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父亲在香港 母亲在精神病院 这个孩子 其实是由香港派过来的管家和佣人照顾长大的 是的 这个孩子就是给我们讲故事的这位朋友 这个小姑娘说 她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的身世比较尴尬 所以也很敏感 从不和别人接触 也不敢交朋友 怕暴露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管家那些人很有礼貌 对她很客气 有一种淡淡的树立感 所以她很孤独 她从小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默默生活 一个人默默学习 一个人默默长大 她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每年年底 可以去精神病院看望母亲 但是每次看完母亲 自己会更加失落 因为母亲已经不认识她了 只会蜷缩在角落 偶尔会声嘶力竭喊起来 快跑 快跑啊 快跑 她不知道母亲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也很难过 有一年 她从精神病院出来 发现医院门口 躺着一只老猫 老猫已经很老了 蜷缩着身体 毛都掉了好多 光秃秃的 肚子上还有一道 很可怕的伤口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眼看着随时都会死掉 她突然想起了自己母亲 就走过去 看了看这只病得不能动的老猫 然后脱下衣服 把她包了起来 这只猫轻飘飘的 瘦的就剩下了一副骨架 上面蒙了一层皮 她把老猫带回了家 给她洗澡 除湿 补充营养 开始几天 老猫一动也不动 只勉强喝点水 费劲地填点糊状食物 过了半个月 她身体恢复一些了 过了半年 她的身体差不多就恢复了 可以正常走路 可以正常吃喝 只是身体还是很弱 她喜欢躺在花园的草地上 懒洋洋地晒太阳 小姑娘就坐在她身边 抚摸着她的身体 听着她发出舒服的呼噜声 偶尔把脸贴在她 软乎乎的肚皮上 感受着她在太阳下晒的 暖哄哄的身体 觉得生活还是挺好的 这一年 她十五岁了 十五岁以后 香港那边派来了一个人 说是营养师 要针对她的身体 给她补充营养 营养师给她调制了 许多不知名的食物 看起来很难看 有些加了一些怪异的佐料 有些看着黑乎乎的 很吓人 营养师要求她每天吃 后来饮食越来越严格 不仅食物奇怪 连水都是特制的 不准她吃其他食物 那谁有一股淡淡的腐烂味道 她有时候想 自己就像一只 被关在实验室的小白鼠 虽然实验室很精致 很干净 但是没有自由 也没有未来 不过她从小已经习惯了 所以她就选择了逆来顺手 营养师很讨厌那只老猫 觉得这只老猫不健康 担心有传染病 也担心她身上有寄生虫 让小姑娘把她给丢掉 但是平日温顺的小姑娘 这次却很坚定 无论如何都不同意 她抱着猫 一步也不走 甚至以绝食来抗议 营养师只好勉强同意 让她继续养猫 后来陆续有不少人过来看小姑娘 有些是营养师 有些是医生 有些是科学家 还有一些神叨叨的人 有人身上都是血色纹身 有人看着像个道士 有人穿着怪异的袍子 看着很神秘 小姑娘的食物也越来越古怪 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整个人越来越苍白 像是食血过多的样子 营养师就很焦虑 带着她各种检查 却怎么也检查不出来 她身体差的原因 后来有一天 那个营养师就过来找小姑娘 跟她说了一个秘密 她说 小姑娘的身体差 是被怪物吸走了阳气 她进一步说 吸走它阳气的 就是那只老猫 小姑娘当然不信 她觉得营养师不喜欢这只猫 肯定是吓唬她 让她把猫弄走 营养师就给她看了一个视频 她说 最近小姑娘的身体越来越差 这很不正常 按照小姑娘的提醒结果 就是小姑娘极度缺血 她们给小姑娘 补了大量的造血食物 但是还是不行 她们觉得不对 就在她房间装了摄像头 然后就拍出来了惊人的一幕 她给小姑娘 看了监控视频 视频里 小姑娘一直在沉睡 这里没有任何异常 到了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那只老猫 就从外面慢慢走进来了 她慢悠悠走到床边 跳到床上 慢慢走到了小姑娘的胸口处 然后像人立着一样 慢慢蹲在她身上 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只猫 更像一个人 接下来 她的动作更怪异了 她慢慢俯下身体 把头对着姑娘的嘴 顶在那里 然后身体缓缓起伏 做出了明显的吸气动作 那个姿态 看起来就像是恐怖电影里的 深山老师 黑山老妖 在吸人气 小姑娘惊呆了 营养师很快关掉了视频 斩钉截铁地跟她说 这只猫已经成精了 这是典型的毛腰 会吸人的阳气 她之所以身体越来越差 就是被这只猫 吸走了阳气惊血 小姑娘原本不敢相信 但是事实就在眼前 也由不得她不信 她脑子里昏沉沉的 心乱如麻 想着怎么玄幻小说里的事情 真发生了 那该怎么办呢 营养师大手一挥 果断下令说 你赶紧搬走 这只老猫我们来处理 她在茫然失措中坐上了车 去外地待了几天 然后那边就说 这只老猫已经被处理好了 她腰法高超 伤了不少人 不过还是被镇压了 尸体也被焚烧了 请她放心 小姑娘有些心安 又有些难过 她回忆着和老猫相处的点点滴滴 流下了眼泪 她又重新恢复了之前的孤独生活 老猫离开后 她的身体明显好转 脸上逐渐有血色了 整个人也有了活力 但是她却更加孤独了 她思念着老猫 也不明白老猫为什么要害自己 有一天晚上 她睡得迷迷糊糊的 突然觉得身上有些沉 接着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呼噜声 以及那股熟悉的味道 她知道是老猫回来了 她一点也不害怕 还在心里对老猫说 如果吸我能让你活下去 那你就继续吸吧 反正我待在这里也和死人一样了 这样老猫每天晚上都偷偷过来 她的身体又开始变差了 营养师都要疯了 开始各种疯狂找原因 但是她反复查看监控 并没有任何东西过去 那小姐的身体怎么会越来越差呢 于是她就通知了香港那边 香港那边很快派来了一个人 说是香港著名的捉妖大师 她进屋一看就冷哼一声 说有只猫灵作祟 看我今晚就捉拿她 小姑娘听了非常担心 就在心里默念 老猫啊 你今晚千万不要来 千万不要来 千万不要来 也许是她的祈祷有效了 一连十几天 老猫都没有过来 那个捉妖大师 在这里待了半个月 什么都没等到 就留下了几张捉妖符 给她贴在了床边 说这道灵符会 系上猫灵就走了 小姑娘把捉妖符贴上去后 偷偷用了点 会被涂在了上面 让灵符失效了 她想 老猫是她唯一的朋友 哪怕被她吸死她也认了 好过一辈子做小白鼠 希望老猫能代替她 多活一些日子 但是她保护老猫的举动 还是被发现了 营养师在监控里 看到她破坏了灵符 就偷偷换上了新灵符 当晚老猫的猫灵过来找她时 就被击伤了 小姑娘拼命去救她 还是被拉开了 小姑娘因为这件事情 和营养师她们闹翻了 她不愿意再住在这里 也不愿意再吃特制食物 后来实在没办法 香港那边就安排她去国外读书 有了一定自由 但是不准她住校 还是让这批人跟着她住在外面 就这样 一直到了她18岁 她18岁那年 被允许回香港 给大家族的家主拜授 她参加了一场 富丽堂皇的酒会 但是自己并没有像 灰姑娘一样成为公主 而是孤独地站在角落里 看着这场和自己 无关的盛大舞会 当晚 她被人带着去见了家主 看到家主后 她有些震惊 因为家主其实已经很老很老了 但是看上去就像个中年人 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 家主详细问了她的身体 爱好 年龄 最后对她很满意 让人好好照顾好她 她却觉得家主很可怕 因为家主没有问过她学业 也没问过她兴趣爱好 只关注她的健康 体重 以及是否是厨子 她觉得家主看着她 就像看着一只待宰的羔羊 她回到学校后 开始秘密调查这个家族 发现这个家族很神秘 他们不仅大量投资医疗等 还资助了许多古怪的宗教 很怪异 她再联想一下自己 总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试验品 一个给家主献祭的极品 她又想到 自己母亲第一次带着她去香港家族 回来后就疯了 一直说快跑啊 莫非是在对她说 让她逃离这里 她越想越害怕 开始秘密筹划逃跑 但是她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她也没钱 该怎么逃跑呢 她开始求助于同学以及老师 结果她求助的同学 教师都消失了 永远离开了学校 她才知道 她念的这所学校 是她那个家族资助的 学校里的人都是家族的人 她在学校里被牢牢监控了 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也没有任何人能帮助她 她越来越焦虑 压力越来越大 几乎整晚睡不着 她觉得自己随时都要崩溃 她走到学校的人工湖旁 打算跳湖自尽 这时有个年轻男人走进了她 问她要不要帮助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担心她又是家族派来的人 那个年轻男人说 我是兽人之托 过来帮你的 然后她又突然笑了 说兽人之托也不对 应该是兽猫之托才对 年轻人解释说 自己是一个修行人 有一年在兰州的老黄河边打坐冥想时 撞到了一只猫的灵体 使她恳求自己过来救她 小姑娘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紧紧抓着她的手问 那只猫怎么样了 那个人感慨 说那只猫的灵体被打碎了 她之所以灵魂不散 是因为有一个执念 就是放不下你 她坚持不入轮回 一直在世间飘荡 正好被她遇到了 她有些好奇 就把她的灵魂聚集起来 才知道了这个执念 她被老猫感动了 答应了老猫 过来救她 也因为小姑娘的体质很特殊 她说 自己平时在祁连山那边修行 之前从未出过国 连护照都是先办的 她以前就过一个人 是澳门的顶级家族 那个家族帮她办好了这些 以及找到了女生的线索 小姑娘就问她 我是什么体质 年轻人说 她可能是人为制造的 集音之人 小姑娘不明白什么意思 那年轻人说 一般来说 集音之人指的是 一年一月 一日一世出生的人 也就是传说中的八字纯音 这种命格 适合修行 以及做卢顶 小姑娘就问 什么是卢顶 年轻人说 卢顶就是仙丹 传说中 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延年易寿那种 年轻人说 天道轮回 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阴阳转化 阴急阳生 所以 集音之人 体内反而会滋生出 集阳的东西 这个集阳的东西 如果提炼出来 就是吉卜的丹药 可以续命 所以 有些邪魔歪道 喜欢搜集八字纯音的女人 为她集音的食物 就是把她当作药材 用来炼药 这种女人 就被称为 卢顶 小姑娘明白了 她就是家族的卢顶 但是她还是不敢相信 所谓虎独不四子 她毕竟是家族后人 怎么家族中人会骨肉相食 年轻人明白了她的想法 就淡淡解释了一下说 那个肮脏的家族啊 骨子里都烂透了 她选择后人做卢顶 可能因为同样血脉炼制丹药 身体排斥比较小 她又感慨说 这个家族逆天行事 早晚灭门绝后 小姑娘又问 那只猫 它是不是在吸我的阳气 年轻人摇摇头说 不是 它是在救你 小姑娘不理解了 年轻人就说 你没看完整视频 那个视频的前半段 的确是猫咪在吸你身体里的东西 但是它吸的不是阳气 是你吃的食物里含有的阴气 不然你阴上加阴 早就被炼丹去了 视频的下半段 就是老猫在用自己的气血 向你身体里输送再给你调理身体了 小姑娘才明白 难怪当年那个营养师给自己看了前半段视频 就匆忙把视频给关掉了 小姑娘又问 那我母亲呢 年轻人说 你母亲也是个可怜人啊 她之所以被选中 也可能是命格特殊 包括被安排和家族后人相处等 后来她应该是知道了真相 不肯让你做药 拼命反抗 所以才被害了 年轻人说 你母亲并没有疯 她只是被人用法术抽掉了魂魄 成为了活死人 小姑娘又问 那只猫和我母亲 年轻人点点头说 我怀疑那只猫身上 可能有你母亲的一缕残魂 小姑娘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说想去看看母亲 年轻人就叹息 说她来之前了解了一下 小姑娘的母亲年初就去世了 那边没有通知她 小姑娘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她再也没有任何可留恋的了 跟年轻人逃出了学校 回了国 隐姓埋名 在齐连山修行 我问她 修行的什么 她说 诅咒之术 我问她 诅咒那个家族 她点点头 我问她 诅咒之术有用吗 她说 那个家族前几年家主暴毙 家产纷争 后人打成了一锅粥 我问她 是谁 她说了一个名字 不过这个名字 我没有听清楚 我没有听清楚 她说了一锅粥 她说了一锅粥